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请点赞 嘴上说不出爱 却会在身边一直陪着你的居家男 成灿 是没有秘密 为了当上一员 把女儿失踪当工具的爸爸 也是你自己与你所有 兜兜转转却有长眠不清的画家英秀 更是贡猪那个一手捏爆玻璃杯的北韩军官 贡猪也许才是金竹鹤演绎生涯的巅峰作品 在片中 他演绎一个心狠手辣 杀遍主角同伴脱北的大反派 直到断尽粮绝 他依然强硬质疑主角复仇的正常性 最后 戴着宁与也不愿意继续为腐败领导的当走骨的决绝 纵身一跃 与所有疑问和倔强深满海地 看这个眼神 他用死亡变成一次对抗暴政的宣言 一个大反派有了暧昧的正义性 1972年10月3日 金竹鹤出生于韩国首尔 自幼他便出生于演艺世家 他的父亲为演员金茂生 母亲则为金艺叔 高中毕业后 金竹鹤考入东国大学戏剧电影系 1999年27次的金竹鹤 因参演SBS浪漫爱情剧集 看似的正式出当 次年金竹鹤又先后出演了 因天写的信 首尔汉格等剧集 2001年 金竹鹤参搭档朴仲勋 邱香美 参演了自己首部电影 《一路金黄》 但让观众慢慢开始熟悉他 还是从励志偶像剧 高尔夫恋开始 剧中他与苏佑珍 金再元 金敏珍 也是为观众上演了一出 甜蜜爱情 此后他又主演了剧情片 YMCA棒球队 饰演一名来自日本留学归寒的 棒球投手吴大贤 就在2003年 金竹鹤遇到属于自己的爱情 因拍摄电视剧《漂流的爱情》 金竹鹤与演员金智秀 因戏生情 恋爱期间 二年也十分甜蜜 而金智秀 更成为了金家公认的儿媳妇 记得金茂生老师 在接受采访时 也直接称呼金智秀 为自家儿媳妇 此时的金竹鹤 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就在2005年 他跟全杜妍 联合主演了 SBS中国爱情剧 《布拉格恋人》 因此获得SBS演技大赏 十大最佳明星 和男子最优秀演技赏 以及第四十二届 百想艺术大赏 电视类最佳男主角 要知道 当他凭此剧获奖时 何正宇 还只能在他身边打酱油 可就在这一年 他的父亲金茂生老师 遗憾离世 当时作为金赫珠 女友的金智秀 也十分悲伤 像家人一样守灵 在要进行火化时 金智秀也是伤心地哭了起来 那个场面 让人至今印象深刻 2007年 金赫珠搭档 大热女星孙一珍 共同主演了爱情喜剧 《妻子结婚了》 剧中他饰演 纵容妻子成习惯的好好先生德勋 虽然德勋表面看去软弱无能 实则是含有内涵深爱着妻子的男人 凭借今天的演技 金智贺获得第45届 韩国白响艺术大赏 电影类最佳男演员 最佳人气男演员两项提名 也因CP感十足的画面 两人还获得了 第29届韩国电影青龙奖 最佳银木情侣 此后 金智贺的星图也是一路开挂 同年他与韩慧珍主演了 韩国首部以葡萄酒为题材的电视剧 《泰雅瓦》 饰演品酒师江泰民 因入目三分的演技 他获得了电视剧类最佳人气男演员提名 可就在这一年 金智贺与深爱了6年的女友 金智秀选择了分手 对于二人的分手 很多粉丝都感到惋惜 毕竟谈了6年 大家都认为二人会结婚的 对于分手的理由 当时双方称 因为繁忙的形成 而自然而然成为朋友 直到后来 金智贺才坦言二人分手的真正原因 原来在二人公开恋爱后 因为备手观众 让他们很有负担 即使吵架了 要在意别人的视线 要面带笑容 时间一长 他们也不知道 究竟是在谈恋爱 还是在演戏了 真的让他们很痛苦 此后金智贺也是一心扑在了事业上 2010年 金智贺与柳城范 赵如珍 郑阳 就演了古装电影《方子传》 片中他饰演了 充满男人味的主人公方子 剧中金智贺也是不为片中大制度镜头 勇敢为艺术现身 出道多年 金智贺为观众展现了无数经典角色 他是内在美 在漫天飞舞的雪地 用平静的语气说分手的 与阵分身 是请点赞 嘴上说不出爱 却会在身边一直陪着你的 居家男 成灿 是没有秘密中 为了当上一员 把你们失踪当工具的爸爸 也是你自己与你所有兜兜转转 却有纠缠不清的画家英秀 除了演技在线 金智贺艺能感也是满满 就在2013年12月 金智贺与金骏浩 车太贤等几年一起 成为综艺节目 两天一夜的固定MC 后来 他便被很多中国网友 亲切地称呼他为狗喷格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其实这个绰号的来历 是因为他的口误 有一次他把成语 兔死狗喷 说成了兔死狗喷 因此他获得爱称狗喷书 节目中他和金骏浩 车太贤 DuffCon 金忠民 郑俊英都玩得十分开心 可惜2015年底 金智贺突然宣布下车 主要原因是电视剧和电影的工作太多 日生协调很困难 而此时金智贺也坦言 其实自己刚开始两天一夜的时候 有过不安和害怕 但是遇到了体贴善良的五个弟弟 两年的时间刚好玩得很好 拍摄两天一夜 让我变成可以放开大笑的人 非常感谢大家 而在分手七年后 金智贺也有了自己的第二段练集 2016年12月13日 金智贺所属经纪公司声明 金智贺与李玉英已交往约两个月 这些两人因合作电影 你自己与你所有相识 之后逐渐互生好感 开始交往 两人相差17岁 金智贺是1972年出生 而李玉英是1989年生人 金智贺和李玉英共同的朋友表示 两人相差不小 但却没有代购 性格也很合拍 近年来 金智贺不断尝试挑战自我 而他也被称为天生就拥有演员本质的演员 金智贺不仅善于诠释 幸福圆满的男性角色 也剩于扮演颠覆性的反派 他在电影共助当中 扮演犯罪组织头目 车其成 将这个拥有超凤的魅力和冷静的头脑 内在叫冷血无情的危险人物 演绎得淋漓尽致 金智贺刚刚在汉城大奖上 摒记共助理的这个反派角色 斩获最佳男配角奖项 而金智贺的一部电视剧作品 《阿根》 口碑也相当不错 更是有着8.4的高分 可都说事实无常 就在2017年10月30日 金智贺因车祸去世 年近45岁 据悉 当天下午4点30分 金智贺在首尔三门洞发生交通事故 与另一台车辆相撞后 撞上大楼外壁 并翻覆十几台阶下 当时金智贺从车内被救出后 随紧急送往健大医院 并接受CPR 但最后仍在首尔时间 18点30分 宣告不知 对于金智贺的车祸 韩国媒体推测 他还有可能是由于心脏问题 导致驾驶失能 而后导致意外事故身亡 而金智贺的女友 在得知噩耗后 也是备受打击 这些两人已有结婚打算 金智贺去世后 歌手DASKON发文悼念 我的大哥是世界上最温暖 最热情的人 请一定要去一个好地方 没有痛苦 幸福地生活下去 葬礼现场 李玉英 金智秀 车太贤 李准基 文根英 金智浩等好友 纷纷到场送别 记得请回答1988当中 阿泽爸爸 曾经有这么一段 关于生子的台词 死亡哪有顺序啊 人活着就是这样 拼命活着有什么用 一夜之间就人走了 试着一语 生者如斯 最后 也愿金智贺老师 在天堂一切安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